威泽你好 你在今年是拿到了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这家新秀奖 在得知得到这个奖项之后什么心情 就对自己还算满意吧 就是这一年下来也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 但是就是也不是做得很差吧 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吧 想着努力就是往上冲 这个赛季我就想肯定是作为一名运动员 肯定是想着要往冠军去努力 今年初在一场比赛当中看到你是跟奥杀利文对决 然后他在比赛完之后他并没有马上的离开场地 而是走到你面前 看样子像是给你做了一些指导 你跟我们透露一下他跟你说了些什么吗 我这个英语反正也就是听懂了个百分之三十吧 那意思就是我天赋还不错吧 就让我就是去努力练球 然后我会打得很好他的意思 打球训练和比赛之外还会打大羽毛球对吧 对对 为什么会选羽毛球 羽毛球保龄球这些就是我还是挺热爱运动的吧 就是我觉得打羽毛球能提高就是反正就能练很多身上的部位 羽毛球因为打羽毛球真的很累我觉得 很累就体能上对你来说是一种训练 对那就是他对你打斯诺克会有帮助吗 打斯诺克我觉得帮助就在于体能吧 练体能 对你觉得体能对于斯诺克运动员重要吗 因为看似好像并不是太费体力的一个运动 但其实他耗时又很长对吧 我觉得很重要体能 因为像成局制的有时候真的如果体能不好觉得就是对比赛一些球就感觉压力很大 然后如果你体能过关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减轻你的压力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家乡吧 我就是我来自甘肃兰州 然后我们那儿就最有名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牛肉面吧 应该还是会想念国内的一些美食吧 太想念了 尤其是牛肉面 尤其是牛肉面 但其实谢飞中餐馆还挺多的 对中餐馆挺多 但是我觉得味道怎么说呢 就是我跟国内有比 我觉得还是没有那么的正宗 正宗 嗯嗯